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林梓彤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 歐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美国新加侬纾困方案仍然未谈好 新出炉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由意外反弹到8月以来最高水平 拖累美股连续第三个加益日下跌 道指曾经要跌332点 纳指亦一度急插大约1.8% 不过美股最终修复大部分失地 道指收市只是未跌19点 收报28,494点 飘碰白指数收市跌5点 收报3,483点 纳指方面全日跌54点 收报1,713点 看美国上市港股预托证券的造价 个别发展 汇控比本港收市升大0.57% 中移动跌0.27% 联通跌0.62% 国售升0.99% 河油升0.67% 中石化升0.34% 中石油升0.47% 法流口低指数收市跌324点 收报12,703点 巴黎剂指数收市跌104点 收报48,37点 看看油价方面 市场忧虑新冠肺炎疫情惡化 部分国家可能要重新实施封锁措施 细章打压经济复苏的势头 导致原油需求增长受阻 那日期游一度要跌大部分4.4% 但收市只是跌8米先 收报每桶40.96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游 收市跌16米先 收报每桶43.16美元 看国际金价 连续第二天首是1,900美元 流上 那日期游收市升1.6美元 收报每盎司1,908.9美元 看汇市 避险情绪升1 利好美汇指数 英镑是售额的 最新的美元匯价 港元7.75 日元105.31 歐元1.1712 英镑1.2903 瑞士法龙0.914 加元1.3214 澳元0.7086 紐西蘭元0.6599 美国国负债券10年期债券率 就报0.74利 30年期债券率 就报1052 看看港股 恒指昨天急插超过500点后 今早有反弹 但反弹力度不算太强 暂时升77点 做24238点 国企指数 升41点 暂时做9803点 大事成交64亿多 ATMX方面 美团反弹大约是2%上来 看完980 阿里巴巴上升大约1.5% 昨天这些股份跌幅比较大 这次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迹 稍后再见 3、4、7、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文提提供 4、5美元 1、2、4美元 1、2美元 2、3美元 2、1美元 4、000美元 2美元